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一个缆车站工地 7号早上发生坍塌事故 造成8人受伤 伤者大部分是较为年长的工地工人 另外还包括一名路人和一名小孩 事故发生后 有关地盘已经停工 当局正在调查事故起因 目击者宣称地盘平台倒塌时发出巨大声响 工友纷纷逃命 至于伤者也在第一时间送运治疗 为了解决堵车和空气污染问题 玻利维亚政府从2014年起开通缆车线 预计2019年前将建设9条缆车线